刚才这是英语导游,这姑娘是英语导游 我就是奔着左边这个西班牙的王国的这面旗帜,西班牙的国旗来到这个国家的 结果这个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他们要闹独立,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,不安全性 不过我们个人就像扶贫一样,是没办法的 看见我们这小风了吗,小风一刮啊,海边它就是两块地中海 地中海的风浪要比这个太平洋啊,大西洋啊,印度洋啊,是吧 包括北冰洋啊,要小多了啊,小多了 所以人类文明的摇篮啊,就是地中海啊,是吧 这个两河流域,是吧,古埃及,古巴比伦,赫蒂人的文化,苏美尔人的文化,阿卡德人的文化,对吧 这个 古犹太的文化,古希腊的文化,古罗马的文化都在地中海周边啊 人类文明,两大交流带啊,一个就是这个,环地中海,是吧 这是最主要的,还有一个叫做,欧亚草原大走廊啊 欧亚草原大走廊的这个影响力不如环地中海啊 环地中海的文明就扩散了,就是欧洲的文明啊,对吧 欧洲的文明又扩散到北美,对吧 全人类最好的地方,最棒的地方啊,就是环地中海 这个广场这块车是不能进来的,他们可以绕,可以绕啊 往那边去,往前面这胡同拐过去,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雕塑,待会我给大家拍一拍 然后还有市政府的一个,一个伪办局吧 按照北京的说法叫伪办局啊,一个办事机构 办事机构 小黄啊,跟台湾的出租车颜色差不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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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